在2086年 外面的世界已经迎来末日 在末日的前一天 这台名为母亲的机器人 被人类唤醒出来 而她的职责就是为人类保存活种 抚养新生的人类 母亲尽职尽责 在睡前给孩子讲故事 传授各种知识 陪孩子玩耍 虽然物种不同 但在她的陪伴下 小红顺利成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一人一鸡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因为基地里只有他们 所以小红对母亲有着绝对的信任 而母亲平日里也十分疼爱小红 唯独在考教小红的学习时 尤为严厉 随着年岁增长 小红开始好奇 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但每一次询问母亲 母亲都会告诉她 外面的空气带有病毒 小红绝不能走出这里 没有办法 小红只能靠几十年的综艺了解外界 突然这天 基地发生大停电 正在充电的母亲也跟着停机 小红独自寻找愿意 很快在电闸附近发现了一只老鼠 还要正见着火花的电线 小红先用瓶子捕捉了老鼠 然后在接好线路后 迫不及待地把老鼠交给母亲 她认为老鼠是从外面来的 也许这么多年过去 外面已经安全了 然而母亲却固执地认为 外面的情况没有改变 甚至担心老鼠身上有毒 于是连鼠带瓶一起丢进了焚化炉 而这也让小红开始怀疑 母亲的话是否是绝对正确的 几天后 母亲又在充电 基地的大门处却传来了一响 小红小心翼翼地来到大门前 却听到有人在求救 说好的人类已经灭绝了呢 小红在纠结了不到半秒后 就拉开了闸门 蓬头垢面的白姐 从门外走了进来 她告诉小红自己腹部中了枪 需要治疗 然而在打开大门的同时 警报响起 小红知道母亲肯定已经醒来 而且在往这里赶来 想到老鼠的下场 小红担心白姐也会被消毒 于是便让她先在门后躲一躲 然后自己和母亲周旋 好不容易用谎言把白姐的存在掩盖过去 小红便趁着母亲忙碌的间隙 到医疗室搜寻药物 然而白姐这头 却不小心发现小红的母亲 竟然是机器人 这把她吓坏了 因为她的枪伤 就是同款机器人造成的 这时母亲也发现了白姐的存在 白姐赶紧掏枪 给了母亲几发 但白姐根本不是对手 一个回合就被制服 好在小红及时赶回 拼命劝阻母亲 这才救下白姐的小命 接着母亲把白姐带到了医疗室 但为了小红的安危 不准小红入内 母亲会亲自动手术 但白姐十分抗拒 在她眼中 机器人就是恐怖的存在 母亲把白姐关在医疗室内 但小红的疑惑却增加了 她终于有机会质问母亲 人类真的灭绝了吗 外面还有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母亲小之以情动之以理 她都养育小红十几年了 从来没有伤害过她 说谎到底有什么好处 倒是白姐才真的很 要是那几枪正好打中CPU 那母亲可就当场些菜了 母亲一套丝滑小连招打下来 成功打消了小红的疑虑 相比陪伴多年母亲 突然出现的白姐并不可靠 但小红还是试着和白姐接触 想要多了解一些外面的故事 如果还有其他幸存者就更好了 她会把他们也救回基地 一起生活下去 可白姐并不相信机器人 她告诉小红 外面的机器人对人类赶尽杀绝 刚说完 白姐就感觉伤口一阵剧痛 原来她的伤口已经感染 要是再不得到妥善处置 很可能就就不回来了 但让机器人来治疗是不可能的 小红只好主动揽下任务 她受过良好的道德教育 哪怕是和这个白姐末路相逢 也会尽心尽力地去救治 在白姐一声声惨叫中 小红顺利取出子弹 术后她甚至贴心地守候在病床前 和白姐一起看综艺 照顾她的衣食住行 两人的关系也逐渐拉近 白姐终于告诉小红 其实外面的空气没有病毒 而且在离之不远的矿洞里 还有大量的幸存者 她如鼠家真的介绍着同伴 细节之丰富 怎么都不像是编的 同时再次提到 其实外界之所以迎来末日 也是机器人的锅 所以白姐又一次怂恿小红 跟着她一起逃离这里 这时母亲进来了 及时打断对话后 她把小红拉到一边 告诉她那白姐其实在说谎 因为她检验对比后发现 白姐身上取出的子弹 和她手上那把枪的子弹是一样的 而且机器人根本不可能 使用这么低端的武器 证明是白姐身上的伤 很可能是自相残杀而导致的 小红听到这里 也觉得白姐撒谎了 失望了她之后 并没有再与白姐接触 而是专注于母亲给她的考核 很快便以优秀的成绩 通过的期末考试 但这一次和以往不同 母亲决定奖励小红 到冷冻库挑选一枚胚胎 将她养育成新的家庭成员 小红无比期待 只需再等待一天 她就有一个弟弟了 随后小红想起了 医疗室里的白姐 她质问她为什么要撒谎 白姐却反问 小红见白姐死鸭子嘴硬 于是当晚就趁着母亲充电 悄悄找到了两枚子弹 然而一对比却傻眼了 确实不是同一款子弹 难道说谎的是母亲吗 这时小红又注意到 一旁的考试档案 她的编号是03 那前面的编号又是什么 她打开二号抽屉 发现里面也放着考试档案 但是记录显示 这不是她的成绩 而最后一份成绩显示不及格 显然她并不是第一个 被培育出来的佩胎 之前还有两位 但却因为某个原因夭折了 小红胆战心惊地来到焚化炉 果然在一堆灰烬中 找到了人类的牙齿 这直接把小红吓死 难道说一直以来的考试 只要她有一次不及格 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吗 这一刻小红对母亲的信任 彻底崩塌 她找到白姐 终于决定要和她一起逃离 但她也提出条件 自己要把弟弟带走 然而距离那时间还有九小时 第二天一早 小红急忙收拾好孩子的必备品 然而母亲却找到了她 原来他们的计划一直被母亲监听 于是她把小红关在茶水间 随后又来到医疗室 警告她休想把自己的宝贝小红带走 显然她不知道白姐也是早有准备 一个不慎挨了白姐一刀 一人一击再次展开搏斗 另一边 小红试了各种办法 发现砸不开玻璃 但马上她就注意到了一旁的液氮 用她给玻璃迅速降温 然后 逃出房间后 她又马上触发火警 此时已经压制了白姐的母亲 担心是小红出了什么意外 放下她赶忙去寻找小红的行动 白姐也趁着这个机会赶紧逃离 绕路和小红提前回合 她向小红提议他们可以先离开 找矿井的人回来再救弟弟 小红犹豫着答应了 可眼看他们就要从大门离开时 母亲却提前拦在了那里 只见白姐突然挟持小红 让母亲乖乖让路 虽然这波把小红看傻眼了 但却成功让母亲妥协 离开基地好几里路后 白姐才放开小红 小红气得就要扑上胖揍白姐 然而小红打架哪里是白姐的对手 直接被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小红只能跟着白姐前进 锁过之地寸草不生 这片大地就和母亲描述的一样 已经死了 途中一架无人积袭来 是母亲派来的追兵 两人一路跑到一片玉米田 这才躲过一劫 说来也是奇怪 这些玉米是近几个月才出现 而且是由机器人种植出来的 白姐带着小红又走了几个小时 终于来到海边 一艘邮轮躺在沙滩上 四处都处着集装箱 但是矿井呢 小红终于明白自己被骗了 根本没有其他幸存者 白姐现在正和一条狗 生活在集装箱里 白姐向她坦白 其实在几年前 人类确实生活在矿井里 但是因为食物匮乏 他们都疯了 于是开始自相残杀 而她幸运地从那里逃了出来 但小红还是想去那里看看 事到如今 他们就是世界上为二的人类 他们应该互相依存活下去 至于基地里的弟弟也别想了 肯定活不了 小红文言直接给了她眼光 随后独自返回基地 决心拯救基地里的所有佩胎 然而刚到门口 身上就出现无数红点 密密麻麻的机器人瞄准了她 小红接着说出自己的来意 而所有机器人也跟着退让 给小红开出一条直通大门的路 小红进入基地后 拿上一把斧头 寻着婴儿的哭声找到了母亲 这一刻母亲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是她毁灭了人类 而这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 但在此之前 必须要培养一个能够领导新人类的圣物 她必须无私 愿意为他人付出生命 而很显然 小红在一系列考验中合格了 我并且在一系列考验中合格了 小红终于明白 人类和机器人的思维有着根本上的差异 如果弟弟不合格 母亲也一定会销毁弟弟 所以她将弟弟骗到怀中 然后试迹卡住母亲 此时外面包围着大量机器人 要想从这里逃离 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领头的母亲 小红用枪对准母亲的CPU 母亲却告诉她 她只是一个意识体 失去了这具躯体 也会在另一个机器人身上复活 外面数之不尽的机器人 其实全都是她 小红只好恳求母亲 让她独自抚养弟弟 毕竟她的成绩已经合格 符合母亲口中圣母的标准 母亲闻言停止了门外的进攻 然后举起了小红持枪的手 而另一边 母亲来到了白姐的藏身地 原来白姐就是一号佩胎 但是当时母亲对育儿没有头绪 只好把她丢到了幸存者中观察 加上被焚毁的二号 母亲终于获得了充足的经验 并且培养出了令她满意的小红 而她之所以留着一号 也是为了让她成为最终考验的一环 所以当小红为了弟弟 甘愿返回基地救援时 母亲就明白自己的使命达成了 相反如果小红和一号一样自私 那么她就会动用手段 将她清除 而在这之后小红独自留在基地 成为了圣母 她看着冷冻是千万后代 目光变得坚定起来 影片至此结束 影片名为无奈母亲 只用简简单单的几个场景 几个人物 却讲出了一个不简单的故事 人种是否真的需要优化 而人类如果真的完美执行这样的计划 那她真的是人类 而不是机器人吗 影片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 但我认为 有时候不完美的世界 也许才显得更加美丽